還是召開特別會議等等 我見到有幾位議員 首先是黃碧雲議員 主席,我剛才也入了一封信給主席閣下你 因為現在中聯辦、港澳辦近幾天的一些言論 其實是製造了一個香港的憲政危機 究竟如何解讀基本法第22條和兩辦與及特區政府的相關回應 這是一個很緊急的事情 所以民主黨也是要求主席你盡快和政府那邊安排一個緊急的特別會議 我們知道今天的議程就是沒有放下去 但是這件事是非常之嚴重的 也是搖動到香港賴以為生的一個最根本的憲政的結構 所以希望主席你盡快安排這個會議 下一位林卓廷議員 主席,今次的爭議是支持睇大 因為牽涉整個香港政治制度 是不是特區政府就在特區已經有一個太上皇的角色的中聯辦 每一天可以看著它的運作 這亦違反了一國兩制基本的設計 即是除了國防外交以外 香港內部事務應該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所以一個這麼嚴重的事件 其實我認為主席你根本不需要考慮 應該是要盡快召開緊急會議 你無論是好像葉太那樣突然間睡醒了 覺得原來22條是應該不包括中聯辦和過往政府的立場 和他自己的新聞官的立場完全不同 還是說其實好像我們的看法 根本一開始政府的理解是正確的 從來中聯辦都會受22條管轄的 究竟是怎樣的立場都要盡快開會談 就不能讓事情發酵下去 因為這是嚴重影響到香港的高度自治的 麻煩你,主席 好了,大家知道 現在我們的討論不是今天疫情的事項 所以我也要閒時間 不然我怕你討論的時間更多 我相信現在不是單止是葉劉淑儀議員 不知道他自己是22條的立場 現在連政府都彷彿是不知道自己 在這個這麼重要的憲制條文裡面的立場是什麼 為什麼兩個小時內要改幾次呢? 三次新聞稿 還要跟之前 兩次新聞稿 跟著還要跟之前 07年那個正式的立場 是完全不同的 這件事是新的 為什麼現在政府是爛到這樣? 為什麼要改兩次呢? 是誰打電話給聶德權 是不是就是中聯辦主任 打電話給聶德權 他說 做錯功課 改 跟著出 跟著再改 都是錯 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 真噁心 這件事 簡直是匪夷所思 如果我們不討論的話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下一位 楊岳橋議員 主席 一晚三逆奇稿 固然是匪夷所思 但是其實將自己過去二十幾年的理解 一次過推翻 其實不單止特區政府自己應該尷尬 其實在座的每一位保皇黨議員 都應該要感覺到尷尬 特別是那些撲出來 為特區政府 為中聯辦兩辦聲明保駕護航 這個基本上是完全扭曲了 大家過去對於《基本法》二十二條的理解 而這件事本身對香港一國兩制是否有效運作 對香港國際聲譽 對《基本法》的信譽 本身都是有嚴重的打擊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主席 我懇請你能夠明白 事情如此嚴重之下 根本是應該盡快處理特別會議 要求聶德權來到和大家解釋 特別是聶德權本人 在本會曾經廣告一番說話 似乎今次和他的Statement 和他的聲明完全是自相矛盾 自打嘴巴 這一點 就以這一點而言 本身已經應該要開會議 好,下一位是王國健議員 是不是我? 是的 謝謝主席 主席 我是不反對我們本委員會要談這件事的 的確是 的確是政府出這些聲明 是前後的確是需要解釋的 就是比較肉酸 亦都反映到我們政府 對《基本法》的理解 在以往來講一直是不得正確 這也是兩辦聲明裏面的含意 撥亂反正 我覺得大家可能日後 對《基本法》有一個新的理解 但是是不是緊急呢? 我也不覺得緊急 因為《基本法》的制定和解釋權 一直都在中央 所以 不是我們說它行不行 也不是特區政府有權說它行不行 而是誰最後有權去解釋《基本法》 所以我們談一下沒有問題 但是我也不覺得是很緊急的事 好,下一位梁美芬議員 主席 我想《基本法》的解釋 就沒有新舊之分 只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分 那些人考公務員 香港就是用multiple choice填充 我已經說了十年了 這一種這樣去教育 推廣《基本法》 特區政府遲早出事的 但是我只是想建議大家 除了看二十二條 你看一下四十八條 讀一下四十八條第三款 那個情況就是裡面提到 簽署了立法會的財政預算案等等之後 中央人民政府要備案的 在《基本法》裡面 有很多條都提到中央人民政府 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 大家一定自己先了解一下 中國一國兩制裡面國家的編制 在《158、159條》 《159條》 《修改基本法》 提到《國務院》 你知不知道《國務院》是怎樣運作的? 你們自己正是看著《22條》 就說你就講完 你的理解當然不行了 《基本法》是環環相扣 我認為要用三天三夜都談不完 不過主席有一點 如果要討論 麻煩你找些真正式《基本法》的專家 不是由政府的官員來講 好了時間到了 講完之後 都是沒有什麼的 謝謝 你閉嘴也沒有用的 OK 好了 OK了 不好意思時間到了 因為不然每個人都太長 我今天開不了我會討論其他的 不好意思 下一位是李維琼議員 主席 如果要開會談 我認為《22條》只是一部分內容 其實《基本法》自頒布到現在 在香港 很多市民其實都不是完全理解的 其實這個問題涉及香港和中央的關係 中聯辦的角色和定位 也是一國兩制落實的一個重要部分 其實除了看《22條》 大家應該去看《12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植核於中央人民政府 由於我們是植核於中央人民政府 所以有不同部門 也包括有中聯辦的設立 除了聯絡各界 也確保香港一國兩制的運作按《基本法》落實 所以我希望主席你向局方了解的時候 他也要給回一份全面的資料文件 讓公眾、立法會都掌握 因為香港和中央的關係至為關鍵 謝謝 下一位陸仲雄議員 多謝主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稿出三次 雖然是有部份官員 對《基本法》的理解是有落差 水平是有問題 這個要批評的 但是《基本法》實際不是一種新的事物 反對派議員 就把自己錯誤的一些理解 就視為真理 包括你所說的林卓廷 林卓廷剛才所說 除了是國防與外交之外 就不關中央的事 這個本身已經是一個極荒謬的看法 香港和內地不是一個聯邦制的制度 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 剛才李慧琼議員都說了 根據《基本法》第十二條 我們香港是藉合於中央人民政府的 所以其實就算中聯辦是否根據《二十二條》成立 其實都不重要的 將人民政府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 包括政制、中央和香港關係 包括《基本法》的落實等等 都是有它參與的部份 謝謝 下一位周浩鼎議員 請主席 我昨天也留意到葉太 都很清晰地指出了 原來現在在我們特區政府裡 有些官員 是對《基本法》的了解都有所不足的 現在有所不足 我們就清晰地糾正它 而現在的反對派就這麼緊張 要將這件事不斷地在小事化大 無風起浪 無非我認為都是想轉而視線 本來我們正在處理它 在內委會上不斷地癱瘓我們整個議會的運作 現在他們可能找到一個位置 就想轉而視線 我自己覺得 這次《基本法》《二十二條》的事情 現在看得很清楚 是特區政府有些官員對理解是有不足 我們搞清楚這件事就可以了 但就不要讓他們借這個位置轉而視線 也要講清楚給公眾聽 謝謝主席 下一位郭家麒議員 主席 我不知道建制派保皇黨的醜字會不會怎麼寫 2018年6月13日立法會 聶德權那時候又不會跳出來 現在裝聰明嗎 講了二十年 二十二條 由二千年講到現在多少次的官員在這裏答問題 是根據二十二條要做的 現在睡醒嗎 現在在這裏講這些說話 就坐在行會裏面 全部在這裏睡到現在才醒嗎 有沒有搞錯在這裏辦代表說 哎呀現在很緊要 其實簡單來說 阿爺叫你講一就是一就是二就是二 全部沒有老的 你要明白現在香港是怎樣 已經去到一國一制的了 已經是一國兩制 是蕩然無存 現在全香港人最擔心就是 什麼時候殺到上來 你現在簡直是應該告訴香港人 我們一定要捍衛一國兩制 就不可以讓那些京官在這裏胡亂說 時間夠了 下一位張超榮議員 主席 這個絕對不是小事化大 這個講了二十年我們怎樣理解基本法 講中央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 在基本法底下自行管理的事務 無論口頭或者書面 政府一直都是持這個立場 突然間中聯辦自己扭曲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之後 我們見到這些保皇黨 當然出來個個扑倒去認 我們的特區政府也都要 一而再去改自己的聲明 來符合中聯辦的說法 這個是赤裸地扭曲基本法 剝奪了基本法一國兩制 給香港人的保障 我們當然政制事務 立即要開緊急會議 要求政府出來公開交代 絕對不能這樣隨意扭曲基本法 下一位譚文豪議員 謝謝主席 剛才有些同事說 好像葉劉淑儀說得很權威 說得出來 但我炒新聞 在2017年4月2日 葉劉淑儀當時競選總新聞主任 就說中聯辦干預選舉 維基本法二十二條 中央失進港人的信心 他還寫了一篇文 這位就是他的總新聞主任 彭士敦 當時就在一個英文的網媒 香港Free Press 寫了這個 就在說葉劉淑儀 應該是最有資格做這個特首的 但誰知道被中聯辦干預 就說是違反這二十二條 你自己也這樣說 葉太 你今天就去轉太 還有現在的問題是 政府不知道怎麼處理二十二條 明天中聯辦打電話叫稅務局說 以後我的樓不僅免稅 還給我錢 那他做不做好 時間夠了 下一位朱凱迪議員 麻煩主席 對我來說 中聯辦是否按二十二扣胡議去成立 其實都未是最關鍵的問題 最關鍵就是 你自己在二千年的時候 無論是姜欣署或者整個國務院 第一就是說中聯辦不干預香港 第二就是要守香港法律 如果你現在說 其實中聯辦是不受二十二條一、二、三去管的 那你要說到底 你自己說不干預 或者要守香港法律 在基本法的基礎是哪裡來的呢 如果你說沒有基礎的話 即是當年 其實你說我要守香港法 就是你自己口說而已 即你可以 說要守的時候就守 說不守的時候就不守 因為這件事如果你都覺得不值得去說清楚的話 那你這個會也能夠結束 主席 是不是 好 下一位是廖長江議員 是 麻煩給你一杯 姚長江議員 是主席 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們的會是可以談 但一定不是一個special meeting 談 因為是沒有urgency 我是絕對不同意說 現在有什麼所謂的憲制危機 攬炒派在過去二十年以來 都是一直說中聯辦和港澳辦 違反基本法干預香港特區事務 罵了二十幾年 為什麼突然間這次罵 多了一個憲制危機出來呢 所以我是完全接受的 我是不介意去談 但是就一定不是一個special meeting 因為它沒有urgency 它也不可以去插隊 因為有其他items 我們是可以discuss 即將來一個regular meeting 可不可以把這件事放上來 但一定不是一個special meeting 所以繼續處理 主席 下一位毛幻靖議員 製作主席 現在肯定是一個憲制危機 因為忽然間 他很侵略我們的認知 認知了廿年的事情 原來媽媽不是你媽媽 你知道嗎 你說不怕 真是 現在是泰山壓頂 龍門是被你搬到天腳底 你說怎樣就怎樣 最終那個姿態就是 朕就是法律 我說法律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了 這是不可能的 他們自己現在製造了一條 他們說的底線出來 Ground Rule 就是什麼時候有什麼需要 誰 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香港是全盤要聽我們中聯辦說的 這是怎樣能夠接受的呢 下位葉建源議員 葉建源議員 主席 剛才廖長江議員說 這個是沒有緊急性 我就覺得 我就不能夠同意 因為就算我們剛才的討論當中 已經看到 大家都 建制派就說 我們的政府官員 是不理解基本法 那個 有一本很嚴重的偏差 搞到一晚要改三次稿 這個 如果港府的官員 對基本法理解 都有這麼嚴重的偏差的話 這個還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不是非常緊急的問題嗎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談 何況大家看到的就是 整個社會 和這個 現在中聯辦的說法 差距也是很大的 這個差距這麼大 是從來沒見過的 一個這麼樸縮迷離的情況 這麼 莫衝一事的情況 我們整個基本法的 憲制基礎 現在是 在一個不穩定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可以容忍這種情況 是持續的 所以我覺得 必須 是要盡快 來到談這個問題 好 下位蔣麗雲議員 主席 我想我們 大家都 心裡明白 我相信 在座 反對派 都很清楚的 OK 因為我們 那個 就是 中央 OK 是有 一個 對香港 是一個主體權 OK 而 港澳辦 只是 中央 賦予 的 處理有關港澳事務 而 中聯辦 是 這個 中央的 派出機構 所以 而 中聯辦 過去一路 主要做很多聯絡的工作 就是 譬如說 你們 希望聯絡 內地的某個部門 或者內地 港人有什麼事發生 需要中聯辦協助 中聯辦 幫忙 中聯辦 也是很清晰的 他們也負責 處理一些 中央要求他做的工作 所以 這次 中聯辦 和港澳辦 出聲 大家都知道 背後原因是 什麼 就是因為 你們的人 想破壞 好 下一位 鄺俊宇議員 主席 天下就本無事 首先是中聯辦指三到四 說投反對票要埋單 再到林鄭月娥一晚出三份稿 改兩次一季再季 你完全是想像到林鄭月娥在背後被人散了兩鑊 所以就改了兩次稿 問題是在於 原本是沒有東西的 但一碰到就是 《基本法》的22條的中央所屬部門 包不包兩辦的時候 包不包中聯辦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一個新的說法 這個還不是一個非常重要 要立即談的話題 喂大哥 很簡單 你說不關你事的 不屬於22條的 那你過去七年之內 買了84個香港物業 拿了兩億的印花稅的豁免 是不是要埋單 什麼事啊 現在 好了你說我是的 我是的話 就是屬於22條所管轄的 你就不應該說三道四 基本上你現在走一步又死 退一步又死 在這個委員會 你應該討論一下 究竟我們的一國兩制 因為我們的高度自治還在不在 所以一定要有主席打領之下 去盡快召開特別會議 下位葉劉淑儀議員 主席 我認為有錯就要改 無論是錯了十年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這個糾正錯案的情況 時至出現的 看法庭也是一樣 好像最近那個禁蒙面法 嚴重法庭的裁決 又不是給上訴庭 糾正 一定是這樣的制度 有錯就要改 由最終 最有權威的組織 才是 有最終的發言權 基本法都寫得很清楚 官員 不理解基本法都不奇怪 因為他們調來調去 眾所周知 特區政府官員 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institutional memory 即沒有集體回憶 所以你說我近時的帕特幫手 彭士敦 一個外國人 一個澳洲人 他不理解有什麼奇怪 我們根本都不需要理會 是吧 但是大家要看清楚 我們基本法22條第二段 這個陳雲藝教授已經解釋清楚 中聯辦前身就是新華社 在回歸前已經設立 所以他不屬於基本法22條第二款 請說那些徵詢特區政府同意 並經中央政府批准 好 不好意思 下一位 陶謹申議員 這次是憲制或者自治 或者是香港的危機 因為那些部門 即是中聯辦 廣告辦 是首次不受22條約束 就算葉太剛才說什麼糾正錯誤 什麼官員調來調去 這個聽起來真的是笑話 因為每一次 我相信 無論是香港的政制局 或者特首 或者司長 在這裏正式的答案 全部都逐個字 請示過 而是請示了20年 是這樣解釋 都不要說僵欣署那些 就是清楚說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設置 還有呢 它是不是中央各部門 是兩件事 中聯辦、官報辦 怎麼都是中央各部門 一定受22條 現在更嚴重的 就是中聯辦裡面 有不同的其他部門的代表 派署中聯辦 如果你說它不受約束 那其實22條做了什麼呢 各部委各部門都有代表 全部都可以干預 下一位陳志全議員 主席 過去我們就是爭論 中聯辦 有沒有干預香港的內部市務 那些算不算是干預 就算林鄭月娥 上個禮拜都是這條拉的 她就說 難道關心、擔心 或者給意見都不行嗎 就避了說不是干預 但是今個禮拜爭 這幾天就變了有沒有權干預 已經變了是有權干預 不干預就失職 有這個監察權、監督權 對於建制派來說 當然是大驚小貴、小提大做 他們不單止覺得是有權干預 每天都在做 還是指揮都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 連連出這麼多錢去推廣基本法 真是笑話 發覺原來沒有人懂基本法的 起碼政府內部推廣的那些官員 可能都不懂的 我們是不是要及早處理財政預算案 要減掉那些 數以千萬計的推廣基本法的費用 原來推廣那個 那些中層、下層的公務員 高層都不懂 完全是浪費時間的遊戲 下一位 許智峰議員 如果說這次對基本法二十二條的演繹 是糾正錯誤 真是非常之荒謬 有沒有可能 適合二十幾年之後 突然間一夜之間 中聯辦、港澳辦一出聲之後 突然間又說演繹錯誤要糾正 所以我覺得市民看到的 看在心裡 這次不是什麼演繹 不是什麼糾正錯誤 是根本對港政策的改變 根本就是 確認 中聯辦 是可以干預香港的事務 的一種政策改變 而這種政策改變 如果真的改變 不是問題 是透過扭曲基本法 透過僭建法去改變 所以香港人 我覺得他們根據這件事件之後 不會再信一國兩制 這是香港的 是憲制很大的貿誤和危機來的 所以我希望我支持這個文件 盡快討論 盡快澄清這件事件 最後一位 郭偉強議員 我們要看 我會習慣 你會變成 filter 是 你會選擇 什麼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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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value 你會選擇 我覺得 行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